在我们的那个课程里面,最新消息,我想你们应该也都有Poto啦,这个是我们学校的Poto 那我最新消息都会Po最新的内容,包含就是上个礼拜上课的 我们第一次上课的内容,我有把它录影下来,总共有三段影片 分别就是说明一下有刚刚课程纲要,另外的话课程特色啊 还有就是要下载哪些档案,那上个礼拜会有那个乱码的问题,不过没有关系啦,我们就 就换个方式下载,如果你的电脑其实如果不是乱码的话,那你可以直接用翻例档 那如果有乱码,没关系,你可以直接从云端上面去找,这边也有啦,云端白榜 里面一样会有对应的这个练习档案 那你就可以直接按右键直接把它下载,这样也OK,下载完之后呢 那它会放在这个下载区里面,那你就可以直接把它 打开来就OK了,比如我这个档我想把它下载,我按右键把它下载 就可以了 然后呢,它就会在下载里面有一个Esser档就在这边出现了 那你就直接把它打开 并且执行它,这个就不会是乱码了 OK,直接把它打开 然后 当然如果你要开始编辑它的话,上面一定要启用编辑 否则的话没办法练习 好 上个星期基本上已经开始 做一些简单的练习啦 当然我们的目标是希望 能够针对 遇到的问题 然后你要想办法去解决它 解决的方式呢 其实在Esser里面最常用到就是所谓的函数 那什么叫做函数 上个礼拜我们有用到 这个 最基本的像REPT函数 所以上个礼拜 假设我今天希望 把这个星号的部分 这个星号怎么不见 这个星号里面 C1里面应该有个星号 OK,如果你档案里面没有这个星号,你把它补一下 OK,就是一个星号 看一下云端这个档案里面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 这上面没有星号,没关系 把它补一下 OK 那理论上呢,这边就有个星号 那这个星号的用途就是说 我这边的销售量如果 达到100笔 就给一颗星嘛 所以当然以前的做法就是用眼睛看 那问题 以后的工作 如果你用眼睛来 看 做判断的话 那你事情 可能永远都做不完 因为 员工人数不可能只有 像这边只有五个人 可能假设你公司规模比较大一点的话 几千人 可能上万人都有可能 那你要怎么去平等 当然这个地方就需要想办法 快一点的解决 不过最快的方法 可能以后后面会讲 就是你刚才写个程式可能更快 有没有,程式 也许你把它有个按钮 按下去 自动就帮你做完了 当然更好了 不过我是觉得 这个程式难度会比较高 如果简单一点的话 我们退额求其次 在Excel里面就有所谓的函数 函数的使用方法很简单 第一个你要先 把你的游标 放在Excel里面的 你要去执行结果的储存格 所以第1个step 第2个step就是插入函数 第2个step 找到那个插入函数的地方 第3个的话 就是找到你要 使用的函数 也许叫REPT 然后呢 分别把REPT这个函数 他需要 给的一些参数给他 他就会帮你把正确结果给你 所以上个礼拜我讲 我们有做过了 游标放这边 按下插入函数之后的话 那 当然你要怎么找到你要的函数 一般就是从全部里面找 他会全部列举 所以A到Z 总共大概250几个函数 都在这里 可是这样找有点没效率 所以我的习惯我会按照类别 类别的话是文字里面的 这边可以选择 把全部改成文字 当然 还有其他类别 如果以后呢 假设你对于函数的类别都很熟悉的话 以后找蛮快的 那 我 知道REPT是在文字里面 所以我就先切到类别是文字 并且找到R开头的 然后他会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REPT在这边 那底下当然他会有一些说明 这个函数是做什么用途的 并且需要给他什么样的参数 这边可以看到有两个 一个是文字 TEST就是文字 也就是说 需要把什么文字 重复几次的意思 这个是文字 重复的次数 所以你只要把 重复的文字给他 重复的次数给他 次数就销售量 除100 1.58 0.58因为他 他并不会出现星号 所以最后会得到的一颗星 那当然 再来你要快一点的向下填满 可是向下填满会出错 错误的原因主要就是说 你的这个公式里面的 C1 只要你向下填满 它会自动变成2 变成3 变成4 反正只要是储存格的位置 有没有 像那个C1 跟B3 这个就储存格位置 它就会自动把 你的后面的这个数字加1 但是如果你不想要让它加1的话 你可以在1的前面加一个前的符号 OK 那这样 打个勾就可以了 OK 然后向下填满 我们就可以把 repeat 把它做完 所以上个礼拜应该有做到这个 这个只是 让各位熟悉一下 以后的话 你要具备的能力就是 你看到什么问题 能够快速的把 这个公式 把它输入 并且 能够向下填满 得到应该有 最快的 结果 如果你不能这样做的话 那他以后你就土法炼钢 那不得了了 这个可能要做多久 对不对 如果突然 你的主管 给你1000个人的名单 叫你要做这件事 我看你做到下 下班给你都做不到 如果你会 这个 函数的话 那其实大概 我想应该不用花多久吧 顶多 两三分钟就可以把这事情解决了 OK 所以差距是非常大 尤其资料量越大的话 那差距更大 那现在都是所谓的 这个大数据 Big data 所以 以后的话 你一定要会 这样的一个方式 否则的话 那将来 一定会发生 这个问题 那其他的话 当然我们上个礼拜 我记得我们在Poto里面 有没有 这个是上个礼拜里面 但一样 我每次上课 会把那个影片录下来之后 放在YouTube 并成一个清单 所以如果你假设 要复习 每一次上课 的内容 你可以直接 切到这边 自己稍微看一下 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你假设你 担心自己 程度没有那么好的 或者是说有一些 好像外籍 外籍同学 可能 语言上面也许 没有那么 像 我们 本地的学生 语言上面可以比较 那没关系 你回去可以自己再花一点时间 慢慢在看过 甚至我在上面好像有加上字幕 所以你也可以自己把字幕打开 甚至YouTube还可以放慢速度 你可以把那个 播放速度 你觉得我讲太快了 把速度放到0.75 0.5 慢慢听 就像我也在学 其他国语言 那怎么学其他国语言 很简单 他讲太快你把速度放慢一点 就好了 有的时候 本国同学觉得 老师你讲太慢了 那你把它放快一点 我觉得YouTube 播放还蛮方便的 在学习上面真的蛮可以帮上忙 这样的好处就是 我就不用特别 为了 適应某些同学 一定要加快或者放慢 把他取一个折装好了 我觉得 用这种影片的方式 就是可以辅助 OK 底下的话有一个课程理念 当然我是希望说你们可以学会这个东西之后 至少 就是在 文学院的同学 也不要说 在办公室的技能上面都跟不上 以后的话 甚至可以 我觉得YouTube 这个软体 将来在工作上用到的机会非常非常大 以目前台湾的市占率 都95%以上 所以企业大概 很大一部分 他一定会先问你说你 Sale 会不会用 那怎么评断说 会不会用这件事情 当然 第一个 你一定要会先学会什么 所谓的 Sale里面的函数 OK所以第1个 你们可能要先把函数先学会 那学会之后的话 后面 还有其他的功能 我会陆陆续续跟各位介绍 当然如果你可以快速把一些事情解决掉的话 我觉得 感觉呢 也比较文明 也比较有效率一点 OK所以第1个 这个REPD部分 先完成 那另外的话 还有LEN 比如说第2个 我们还有提到 如果你要算LEN 这个身份证字号 那台湾的身份证字号 一定是10个字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是不是10个字 你总不可能说用眼睛算吧 12345 10个字 那这边有4个身份证字号 请问哪些是错误的 错误的 错误意思说不是10个字 那当然你这个时候绝对不是说叫你用眼睛去算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直接把游标放在C3上 然后按下插入函数 找到LEN 有没有文字类里面 会有一个 让你可以算那个 储存格里面 的字数到底几个的一个函数 叫LEN 英文其实就Lex 这个的话只要给他身份证号 他就会告诉你 他这里面有几个字 有没有 这边有10个字 向下填满不就OK了 那你就可以知道 这两个错了 所以你就跟这两个人讲 你身份证号填错了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正确的身份证号 就要10个字到底哪10个字 OK 那就把它修认一下 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 不然的话 以前 如果你连这个函数都不会用的话 那恐怕 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那底下当然有 几个题 其他的话像Lapt Right 这个 大家顾名思义啦 如果你没用过也没关系 Lapt的顾名思义是取 左边算过来的几个字 Right的话是 右边算过来几个字 所以如果你用Lapt的话 像这边取 前四个字的话 游标放这边 一样插入函数 找到那个Lapt 文字里面有Lapt OK在这里 然后一样 它有两个 参数给它 哪两个 一个是你要取的文字的位置 A3 第二个问题是你要取几个字 Lumber charge是取几个字 取四个字 所以输入4就好了 这样不就得到 327的吗 OK按确定 那第二个问题是取前两个字 这个的前两个字 就是周字这两个字 当然 你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你直接重新插入 不过其实有个比较聪明的一点办法 就是怎么做呢 把这个公式 向下复制 其实有点像向下填满复制 但是得到的结果 它会复制 公式 的数量 那怎么办 我要两个字 没关系啊 你可以把这个修改一下 把四个字 改成两个字之后 然后按 记得按下打勾就OK了 这样的话就两个字了 那底下这个比较难 这个的话是 它的姓名 它的性别 那我希望呢 在这边产生的结果并不是 它的权名 而是什么 而是 它的 性加上它的 性别 如果是男生的话 那我希望 产生吴先生 但是女生的话呢 可能就变张小姐了 诶 问题来了怎么做 那这个地方可能你要学会 怎么样 做逻辑判断 再加上串解 这题比较难一点 但如果你会做的话 效率就差很多了 总不可能说眼睛看吧 自己打 吴 然后性别男就先生 女的话就 张小姐 自己打的话 可能这事情一样 没有效率 那怎么办 待会再看 你们试试看好了 蕾哲我想自己就练习看看 另外的话 然后还有一题 这个性别这边 要填什么 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台湾的身分之号 第2个字 就是性别 如果1的话呢 这边就要填男 如果是2的话呢 这边就要填女 诶 那问题来了 我要怎么样可以 快速地完成这件事情 那不是叫你有眼睛看的 自己打慢慢打 你会发现 这个人数都几万个人的时候 那你这怎么办 坐到下班就坐不完 OK 所以千万记得 easeo里面最重要就是 你一定要学会 所谓的那个函数 所以如果你函数学会的话 那以后使用easeo 当然就会轻松自在 上班其实就很 轻松惬意了 很多事情就简单了 而且 工作也蛮愉快的 我觉得蛮有成就感的 表现要展现你的专业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不会啦 就真的 每天都被质疑说 你到底在 你在偷懒吗 你为什么做这么久 还没有把资料给我 那你会觉得 心情就不愉快 想要离职 所以特别注意 请各位先把那个 刚刚提到的 这个 档案打开 这个上礼拜有做过啦 只是我们有些 部分在复习一下 那网址的话呢 就是这个 你把它直接 下载下来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